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猜猜看我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 Happy Hour呢 这里没有山 也没有猴子 可是我身旁呢 却有一条河 猜到了吗 没错 我今天就是要带大家 去做水上运动 快乐不打样 和我一起样 出发 平时坐惯了汽车巴士跟地铁 偶尔试试看乘坐飞一般的交通工具 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我说的不是这个 而是这个 哇 意想不到吧 在住宅区里的一条河 居然也可以是华Happy Hour的好去处 Happy Hour起源于爱斯基模仁 创作的一种小船 是由独木舟演变而来的 这项运动在1936年 第十一届奥运会开始被列为 大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在这里 不管是大人 小朋友 都可以参与滑皮艇的行列 全家出动其尽兴 乐趣无穷 我看到玩这个开业 不只是年轻人 还有很多这个乐龄朋友吗 对 我们这边的乐龄朋友 都相当地积极 他们都参与很多这个活动 就包括这个水上的这个活动 这项这个开业的活动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五 六年前 自从我们把这个家人喝到美化以后 就开始有这个活动了 有多少人玩啊 有250多位 目前 那玩这个活动有没有年龄限制啊 没有 我们目前为止 最小的是六岁 最大的年纪的都有已经74岁了 所以各个年龄层 都可以来玩这个开业了 对 只要身心健康就可以来玩了 哇 那非常好耶 出发前 指导员都会确保大家选择 并穿上合适尺寸的救生衣 此外 他也会讲解一些安全措施 同时教导大家如何正确地使用滑甲 做好万全的准备 有没有需要说 一定要有特别 就是会游泳的人才可以玩 基本的条件就是要他们需要 至少会游一点点勇 尤其是穿着这个救生衣 如果说橡皮粥如果搬的话 他们需要游回岸 那我看到玩这个开业 有双人跟单人有什么差别 单人的话 我们通常都需要你有一个证书 就是那个one star kayaking 那就证明说 你已经会怎么样滑那个船 然后你也会怎么样去救人帮人 但是如果你是划双人的话 通常我们就会说 如果你没有证书 你坐前面 然后另外一个你的搭档 就是一个有证书的人 他们就会坐在你身边 跟你一起划 如果说你有什么困难 至少有一个会划 他会知道怎么样去划你屋上来 那像你们玩这个开业 有没有说最长的距离 或是划的时间最久 最久的距离 每年我们海陆探险中心 就会有举办一个让舞宾 从江湖那里出发 去到舞宾岛 然后绕一圈 然后回来 如果是那个比赛的话 就是一天 不错 挺好的一个运动 玩开业最小 年纪六岁 最大的是七十四岁 那年年十八岁的我 怎么可以被比下去呢 我今天就要滑这个开业回家 我的伙伴者是谁 是我 Mr Chu 你可以吗 好 向你学习 我啊 对 好吧 我们一起下水 因为你年轻 你年轻十八岁 好 那我们一起去滑开 来 坐 依林 你要加把价 别被叔叔给比下去 很少有三年纪这么大的 一起去滑脱 滑皮艇的技术动作 易于掌握 是业余爱好者的首选 除了让乐龄朋友们 可以享受有趣又有益的水上运动 还能让年轻朋友们 培养团队精神 可说是一举两得 这次滑橡皮艇啊 我觉得它真是一个 一进一动的一个运动 因为你在滑的当儿 你可以欣赏周边这个风景 而且我觉得滑橡皮艇 这项运动呢 很适合大人跟小孩 还有全家人一起出动 因为你可以选择单人 或者是选择双人的 那全家一起玩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有那种家庭零聚力 大家聚集在一起 来做一项很健康的一个运动 Mr Drew 你的这个经历 真的不输给18岁的 告诉大家你今年几岁 74岁 听到没有 但是整个这个精神活泼 就像这个18岁的年轻人一样 太棒了 你是怎么想要参加这个活动 我一般来的时候 看到Golam ICC的那个布告栏 有这样的学习机会 那么我就马上报名 那你玩多久了 今年开始 你玩这个整个开业的这个 整个过程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很享受 因为同一般年轻的男女在一起 我也变得年轻了 非常好 这个精神最重要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说 带家人一起来玩 家人 家人旅家人活动 我很想是这样的 叫一些同伴来这样 哦 大家一起来玩是吗 对啊 现在50岁以上的都是免费的 这么好 真的哦 50岁以上 真的 那赶快呼朋唤友 好不好 大家一起来玩好不好 对对对 享受人生 享受生活 是的 Give me five 对了 喜欢玩这个开业吗 喜欢 那你们觉得玩这个开业 整个最享受的过程是什么 那个河上你玩那只船 然后你有这个风吹来就很凉爽 然后船再前进你觉得很很爽快 你喜欢吹风的感觉 对啊 那另外Mr Chow 我喜欢好像认识的朋友很多 还有有老的一配还有小的 你们玩这个开业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整个身体跟心里面 都感觉年轻起来 是 对啊 年轻很多了 保持活跃 心情自然愉悦 闲暇周末除了吃饭逛街 不妨和朋友家人相约一同走出户外 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早晨 银色加点滑 耶 有句话说七山莫七水 我们今天赶赶挑战水上运动 算是任务成功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